任何时候只要是听过我讲课的人 都会很快地就发现 我非常喜欢旧约圣经 因为我觉得旧约圣经里边 记载的事情都非常的生动 非常真实且令人动容 因为这些事件是真实的人物 经历着现实生活中的挣扎 他们在认识上帝的路程中叠叠撞撞 我认为旧约圣经中最感人的故事之一 就是哈拿的故事 她是撒摩尔的母亲 我们都记得撒摩尔纪上第二章 记载了哈拿的诵词 这与新约圣经中 玛利亚的诵词十分的相似 这两位妇女也有许多的共同点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 哈拿在旧约中所唱的诵词 是因为上帝应允了他的祷告 我们在接下来的祭堂课程当中 要来看的是基督徒的祷告态度 我想要从实际生活面的角度来切入 因为我深深的察觉到 有许多基督徒正因着祷告这件事而不断的挣扎 许多人背负着庞大的罪恶感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并不是很会祷告 而且也没有切而不舍的持续祷告 就算你圣经没有读得很熟 也会发现以前的圣徒 个个都是坚持不懈地在祷告的 所以我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中 所要聚焦的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学习像圣经中的圣徒那样的祷告 首先我要带大家看一下 撒摩尔记上第一章 这段有关哈拿的记载 哈拿已经结婚了 他生命中的渴望就是怀孕生子 但是前一章经文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他的对头见耶和华不使他生育 就尽力刺激他 使他苦恼 年年都是这样 每逢他上耶和华店的时候 他的对头总是刺激他 使他哭泣 吃不下饭 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 哈拿呀 你为何哭泣 不吃饭 心里愁闷呢 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他们在室罗吃喝完了 哈拿就站起来 祭司以利 在耶和华店的门框旁边 坐在自己的胃上 哈拿心里愁苦 就痛痛哭泣 祈祷 耶和华 这就是前情题哦 哈拿十分痛苦 她的处境有好几年都没有起色 哈拿被她的对头藐视 心里感到愁苦 所以呢 她的丈夫看到她怎么样的难过 这么悲伤 就说你还好吗 没有小孩没关系呀 那倒有我还不够吗 真希望我对你而言 比十个儿子还更好 但哈拿觉得这样不够 她想要成为母亲 于是 她来到了圣殿 就是祭司以利 服侍的地方 经文告诉我们说 她痛苦地祷告 好的 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 义人 righteous man 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这里的义人 man 是统称 也就是说 这段经文可以翻译为 义人 righteous person的祈祷 部分男女 都是大有功效的 并非只有男人的祈祷 才大有功效 但别忘了 新约圣经有告诉过我们 祷告 要有功效的关键之一 就是要持续 而不是断断续续 不是漫不经心 当你期待 祷告 得到应允的时候 你必须真的全心投入 你的祷告 假如上帝 今天下午走进你家 你有些事情 想要向他祈求 希望他采取一些行动 或是你想要称颂 他的伟大 或是你想要坦诚你的罪 那你会用什么样的心境 来跟他谈话呢 绝对不是枯燥乏味 或者漫不经心的 你看 旧约圣经中的人 向上帝祷告的时候 以雅各为例子 他整个晚上都在与上帝摔跤 这些人啊 都是坚持不懈 满心迫切的 在祷告 因为他们带到上帝面前的事情 都是出于他们生命中 极大的痛苦与悲伤 他们在痛苦的处境中 从心底向上帝呼求 哈拿就是这样 哈拿心里愁苦 就痛痛哭泣 祈祷耶和华 许愿说 万君之耶和华呀 你若垂顾 避女的苦情 眷念不忘避女 赐我一个儿子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不用剃头刀剃她的头 哈拿 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 以利定睛看她的嘴 原来哈拿心中莫道 只动嘴唇 不出声音 因此 以利以为她喝醉了 以利对她说 你要醉到几时呢 你不应该喝酒 哈拿回答说 主啊 不是这样 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 清酒浓酒都没有喝 但在耶和华面前 清心 土一 不要将婢女看作 不正经的女子 我因被人激动 愁苦太多 所以祈求到如今 以利说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愿以色列的上帝 允准你 向她所求的 后来她的祷告 得到应允了 她这个祷告 连声音都没发出来 只是在心里默祷而已 只动嘴唇 不出声音 因为她所祷告的上帝 能够听见 她内心的呼求 就在昨天晚上 我跟一位妇人 谈过话 她的先生是牧师 她说 我先生是专门在讲道的 而我则是 专门在祈祷的 她说她整天都在祷告 有时候 她去超市 买东西的时候 发现自己 正在大声地祷告 正在为会众向上帝祷告 有些路人会以为她疯了 她没有发疯 她是因为发现了 祷告的祷告的秘诀 现在我要花点时间 对照一下哈拿的祷告 和祷告的结果 在我的记忆当中 我第一次迫切地祷告 从心底发出忧伤与痛苦的呼求 在这里我要先告诉你们 我那一次祷告的时候 还不是基督徒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在一间祷告室里 跪着祷告 非常诚心的祷告 但那时候 我还不是基督徒 那时 我的姐姐准备要生 第一胎 我当时还在读高中 我姐姐进医院去生产了 当天晚上 我接到通知 要去医院一趟 因为我姐在生产之后 开始大量的出血 医生却没办法 止住出血 因此 她的生命围在旦夕 当我到了医院之后 医院人员 不让我进病房 去看她 当时她的情况非常危急 所有家属都不被允许 进去探望 我还记得 当时 我就待在医院的大厅 时间是凌晨两点 大厅里没有其他人了 非常漆黑 又十分安静 我知道她在六楼 我也知道 这间医院的停尸间 是在地下室 我跑去医院的祷告室里祈祷 希望我姐能顺利活下来 祷告完毕之后 我跑去站在电梯前面 看着电梯的楼层 指针目前是指在哪一楼 然后呢 我看到电梯在大厅 这一层打开了 医护人员 推着一具 有不盖住的尸体 电梯门又关了 然后电梯 下到停尸间的那一层 那时 我 简直 吓坏了 我一直站在那边 看着电梯停在哪一楼 接着我看见电梯 升到六楼 上面的指针 从六楼 一路指到大厅这一楼 又再指到地下室 我又再一次的 吓得半死 心想 这会不会是在运送我姐的尸体 于是我又回到祷告室里 哭了起来 当时 我独自一个人 我跪在地上 向上帝祈求 我说 上帝啊 求求你 不要把我姐带走 后来 医生终于止住失血了 我姐姐 活了下来 我忘记我事后 有没有回去 跪着对上帝 说声谢谢 所谓的 临时抱佛脚 不见棺材 不掉泪 大概就是 我这个样子吧 这凸显出 我在还没有把生命 交托给基督 还没成为基督徒 并且 常常 祷告之前 其实就已经知道 上帝存在了 只有当生死关头 临到我的时候 我才赶紧 跪下来 祷告 但这其实是我平常 就应该 每天做的事情 从那之后 到我下一次跪着 祷告 大概是三年之后的事情 那时 我跪在床边 祈求上帝赦免我的罪 那天晚上 我信主了 我记得 从我刚信主的时候开始 我就 就很喜欢 独自 一个人 与上帝 交流 我觉得 很亲密 我这一生中 有好几次的经历 是真的花了 八个小时 在祷告上 别误会 我不是每天都会这样 只是有过好几次 这样的经历而已 这种经历是 无与伦比的 当时是我在大学教书的第一年 我体会了 所谓持续密集的祷告 是什么滋味 我是在我以前 就读的大学里教书的 学校位于一个小镇 那是一所老旧的长老会大学 那个小镇 有一个区域 是专门给退休的宣教士居住的 那里有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先生 他以前是一位医疗宣教士 他就是詹姆森医生 在我这一代年轻人的眼中 詹姆森医生 他呀 是活生生的圣徒 他在宣教的地方 行医几十年 但是如今 他体弱多病 全身都非常的衰弱 无法再行医了 他从来没有打算 或渴望过要退休 但他已经无法在外出宣教了 所以他如今将剩下来的时间 用来做一件新的工作 他的这个新工作就是带导 他说 我仍然可以一天工作八小时 于是詹姆森医生 就日复一日地跪着祷告 跪着祷告 他就是我们所说的带导勇士 我跟你们说 我还住在那个小镇的时候 每当我们有烦恼 希望有人为我们祷告的时候 你们觉得我会去请谁帮忙带导呢 没错 我一定会去詹姆森医生他家敲门 说詹姆森医生可以请你为我祷告吗 当然可以 当他答应为我带导时 我知道他一定会真的为我带导 他让我想到新约圣经里的雅各 就是雅各书的作者 根据早期教会的记载 根据现有最可靠的典籍记载 他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弟弟 在早期教会中 他有两个很有名的别称 其中一个是公义的雅各 因为他的个人生活 就是以非凡的公义著称的 他原本一直都不信他的哥哥的 直到他的哥哥从死里复活 他原本不信 后来信了 又被称为公义的雅各 不过他还有另外一个别称 我觉得更为生动 根据古典记载 他的另外一个别称 就叫做骆驼膝盖 骆驼膝盖 最近我有一段时间 都待在维吉尼亚那边 陪伴我的孙子孙女 他们围着桌子坐着 他们在玩 然后看着我 对我说 爷爷 为什么你的脸看起来像皮革呢 这就是同言同语 大多数人不会走来问我说 为什么你的脸看起来像皮革 只会在心里这样纳闷的说 只有我的孙子们会直接讲出来 我会到时候我不确定哦 有可能是因为太过操劳了 对吧 由于我的嘴巴讲了很多的话呀 嘴巴年龄可能已经95岁了 我说我猜可能是因为我晒了很多的太阳 但是呢 但是呢 从来没有人说我的膝盖是皮革膝盖 而耶稣的弟弟雅各被人称为 骆驼膝盖 他的膝盖 因为他花很多时间在祷告上 你看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蒙呼召要像扎姆森医生那样祷告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哈拿那样持续密集的祷告 但我们每个人的祷告生活 确实都有进步的空间 有件事让我感到有点难过的就是 我们通常都习惯的把祷告看成是一个神圣的责任 仅是一个责任而已 我知道要让一个人讨厌某件事情 最快的方式就是告诉他 这是应尽的义务 因为当一件事情成为义务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让人有罪恶感 其实祷告是责任没错 是的 这点我并不否认 基督和使徒都呼召并命令我们要持续的祷告 这个命令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都知道这是责任 所以我不会再花时间讲说 祷告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我希望大家能注意到的是 这带给我们的机会 祷告能让我们的生命变得非常的甘甜 因为我们能借由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 跟他说话 可以打从心底最深处来对他说话 你知道吗 我们不应该只因为自己没有那么持续的祷告 没有傲人的祷告生活 就觉得自己失败了 在许多案例中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没有持续祷告的根本原因 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渴望与上帝相交 与上帝沟通 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 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 也不是因为我们缺乏纪律 这些都有可能是真的 但都不是我们不常祷告 或不喜欢祷告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 我并不感到惊讶 待会儿我们会来看一看主导文 有一件事情 是耶稣的门徒 主动的跑来 向他请教的 很少有学生会主动去对老师说 谢谢您教导我们的一切 能不能请你再多教我们一些东西呢 耶稣的门徒主动来找他请教的事情 是什么呢 主啊请教导我们祷告 怎么祷告 我相信他们之所以问这个问题 原理之一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祷告 另外一个原因 则是因为他们看到耶稣 知道怎么祷告 他们观察他 常看到他独自一个人去祷告 从不刻意要叫人看见他的前程 他们注意到耶稣跟法利赛人完全不同 法利赛人老是喜欢在众人面前祷告 故意要让人看见他们敬虔的祷告 因为他们想要赢得众人的尊敬 这不是耶稣的做法 他总是独自祷告 安静有亲密的 在天父面前 清新吐一 事实上 在耶稣拣选门徒之前 你们记得路加福音说了什么吗 在拣选门徒之前 他整个晚上都在祷告 你上一次为了生命中的重大决定 而彻夜祷告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不太会这样做 门徒发现说 耶稣施展的大能和他 在祷告中与天父的连结 是有关联的 所以他们对他说 请你教导我们 怎样祷告 这就是我希望 我们在这一系列课程中 能做到的